哈囉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在Windows系列超實用的剪貼部功能 在我們一般的使用情況我們都知道 我們找到我們要的訊息 然後我可以把它複製 比如我要複製這一段話複製下來之後 然後貼上 那我們就可以按Ctrl-C,Ctrl-V 貼在任何我要的地方 但是有一個問題 我現在的Ctrl-C,Ctrl-V都是一次對應一次 那我如果今天複製了好多個東西 我要貼上我按Ctrl-V 它永遠只有最後那一次複製的內容 那我要怎麼做呢 如果熟悉Microsoft Office的老師知道 我們在Word裡面其實有一個小小的功能 叫做剪貼部 所以如果把剪貼部打開呢 我們就可以在這裡複製不同的訊息 比方說這是我要複製的第一段 這是我要複製的第二段 這是我要複製的第三段 在Word裡面就會有一個一個的剪貼部 所以不會只是單一次的對應 可是如果今天呢 在Word以外我要如何貼上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透過Windows的功能 我們可以按下Windows按鍵加上V Windows按鍵加上V 這個就是一個剪貼部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剛剛複製的過程都出現在這裡 對不對 好那我現在要複製的是 我要打這段 我就打這段 那如果說今天呢 我要找的是 呃第二段 我就按Windows加V 然後按第二段 記得喔 不是Ctrl喔 是Windows的按鍵加上V 所以透過這樣的方式一樣喔 複製我們一樣是按Ctrl C 但是你可以複製好多次Ctrl C 再加上Windows V來貼上 那這時候呢 就會有另外一個應用的方式 可以跟各位老師們分享 呃我常常做這件事情喔 我讓學生繳交了語法作業 那學生的語法作業 我們經常需要給一些評語 所以這些評語呢 回饋呢 我們常常就打在這裡 我可能會跟學生說 好棒 請再加油 好那這個呢 是我要給學生的 所以我就會把它複製下來 那如果說今天有另外一個學生 嗯 他寫的差強人意 我們先不管他到底寫的內容如何 請再定證 後上傳 好假設像這樣子 好那我一樣按 選選之後呢 按一下Ctrl C 那如果說 在下面一個同學 誒他寫的一樣好棒棒 那我這時候呢 我就可以按一下Windows加V 然後找到我剛剛寫的好棒 請再加油 我就不用再回去複製一次 也不用重新打字了 那如果今天呢 下一個同學一樣 他的這個內容 他沒有附加檔案 所以呢我就按一下 WindowsV 然後呢 選擇請再定證上傳 那另外一個 在剪貼部裡面 有一個小小的功能 我們把 我們按住了Windows加V之後 在旁邊有三個點點 我們可以按一下 如果說今天 您複製了某一段話 這個這段話 是您在使用電腦 經常使用的文字 您也可以把它定選 那之後呢 它就不會受到 不同的複製次數的限制 比方說我現在複製了 其他內容 那我在這裡 按到Windows加V之後呢 您就會發現 誒請在定證後上傳 一樣出現在這裡 因為我已經定選了 所以不管我複製了多少東西 我後面複製了多少東西 只要我按住Windows加V 誒我的這個請在定證後上傳 它一樣會定選在這裡 所以呢就不用擔心 它不會跑掉 那這個剪貼部的功能 不只適用於文字 您也可以複製圖片 它都可以出現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Windows10 Windows11以上 都會有這個 Windows加V的 剪貼部功能 希望對大家 教學上都有一些幫助 懷疑教室加油站 我們下次見